由于先前空军F-5战机频频的失势 国防部是加速了泰幻教练机的工作 汉翔第一架量产型的永英高教机 29号飞交给空军的台东制航基地 不过台东的天后不佳是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飞到台东 但仍然吸引了许多的军事迷冒于捕捉永英俯冲落地的熊枝 也见证了国军国机国造的里程碑 朦朦细雨中远方出现飞行物身影传来隆隆引擎声响 在拉近镜头红白蓝相间的永英高教机终于飞地制航基地上空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顺利降落在基地跑道 让守候多时的军事迷如愿捕捉到这历史性的一刻 国际国造的里程碑 编着我们航空发展的能力 它的外形也非常漂亮 涂装也很漂亮 帮新的高教机做个记录 由汉祥公司研制了永英高教机 两架原型机在去年完成首碑 首架量产型永英高教机 29号正式交付空军 原定上午9点20分从台中清泉岗基地升空 但天空不作美升空时间一再拖延 延迟了一个多小时后才飞抵台东制航基地 据空军司令部规划 永英新式高教训练机 预计在2022年至2026年间 分年依序交机两架 8架17架18架18架以及3架 今年底前应交机两架 预计明年交机8架 F-51战机频频失势 外界要求台湾声浪日益增加 总经费将近687亿元的永英号高级教练机 预计生产66架 2026年6月前交机 象征我国重新开启国防自主的大门 未来将取代AT-3高教机和F-5不逊机 至于F-51战机则计划在2024年全部除役 据刷刷会台东市报道 主要预计三国